前世丧尸爆发 作为首富的我 却被老婆兄弟背叛 导致惨死于丧尸口中 再次重生 我疯狂囤物资 将曾经以十一拍下的海岛 改造成了我的生存基地 正文开始 亲爱的 快把门关上 站在李恒身后的潇雅 不耐烦地望了眼我后 急忙地催促道 看着那无比熟悉的面孔 我愣住了 怎么都无法想象得到 昨天在结婚现场时 他还口口声声说爱我一辈子 背后却跟我最好的兄弟搞到了一起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隔着一扇门的李恒 没想到他之前竟然伪装得那么好 不搬个影帝奖给他 也着实可惜了 此时的他缓缓回头 眼中充满了鄙视 朝着我讽刺地说道 苏然 想不到高高在上的你 也有今天 今天我不仅要带走你老婆 还有曾属于你的一切 哈哈 说完便无情地 将唯一的逃生通道门紧紧地关上 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阵阵嘲笑声回荡在我耳旁 李恒 不要走 快开门 救救我 我回头望了眼神后 恐惧如黑夜般瞬间将我淹没 我拼命拍打着那扇将我的生死隔开的门 绝望而无助地呼喊着他们 希望他们能良心发现 回来救我一命 可是 我等来的却是一群长相怪异的丧尸 正张着血盘大口朝我涌来 没想到我一直当做兄弟的李恒 如今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不仅带走了我的新婚妻子 还故意将我锁在丧尸群里为丧尸 此时极度的无助与绝望 仿佛抽干了我全身的力气 我再也支撑不住 缓缓倒在了冰凉的地上 而那一张张面目猙獰的脸 无比兴奋地朝我身上啃来 痛 各种痛感如潮水般袭来 让我体验到了生不如死的绝望 如果让我再活一次 我定不会让自己落得如今这般狼狈的下场 这是哪里 再次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却是我整洁的房间 可我明明记得我的房间 在丧尸袭来后便不复存在了 苏然 你醒了 此时 消雅端着一杯水 温柔地坐在我床边 宠溺的眼神中满是关心 跟刚才的冷漠截然不同 来 喝点温水 你都昏睡一天了 是不是因为婚礼的事太操心了 婚礼的事 难道我重生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连忙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查看 时间赫然显示在婚礼前的一个月 看来真的重生了 我兴奋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再次活着的感觉真好 苏然 你这是怎么了 见我一惊一乍的 消雅不免有些担忧 没事 我要回公司一趟 我连忙离开别墅 留下一脸错愕的她 既然如今重生了 那我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不会再像前世那般任人宰割 我的命运只能掌握在我的手里 第二天 媒体便报道了一个重磅炸弹 魔都首富苏然 单方面宣布 与萧雅小姐的婚事取消 顿时手机接二连三的响起 不用猜我都知道是谁打来的 果然一看来便显示是萧雅 李恒 我直接按了关机键 轻轻拿起桌上秘书刚冲好的咖啡 嘴角勾起了一个难得的笑容 当然这件事 是我昨晚连夜安排秘书做的 毕竟经历了一次 这次绝不会再让他们得逞 而且我还要让他们 为前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现在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虽然距离丧尸病毒爆发还有一个月 但我也要抓紧时间囤好物资 物色好藏身地 避免到时再遭受丧尸的吞噬 毕竟被他们无情撕咬生不如死的痛苦 我可不想再遭受一次 于是赶紧列了几十页的清单给秘书 让他安排人五日内都给我采购完回来 总裁确定要这么多吗 秘书看着那堆清单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再次确认的 我轻轻点头 感觉似乎可能还不够 但还是先让他下去安排 吃的基本除了新鲜的肉类蔬菜 其他的罐头 牛肉干 猪肉铺 果蔬干之类的都各要了五百香 各种新鲜的冷冻肉 冷冻水饺 冷冻火锅料 雪糕之类的 各要了四百香 因为那些肉类冷冻了 可以保存好多年 总好过到时吃丧尸肉吧 想起丧尸那恐惧的模样 我都没胃口了 又怎会忍不住吃丧尸肉 等下吃了也被感染就麻烦了 而且吃的食物 以后只会越吃越少 所以必须囤多点 各种蔬菜种子 也直接买了几香 以后我自己种就有新鲜蔬菜吃了 还绿色环保无添加呢 鸡鸭鹅猪牛羊等 到时找到住所了 再直接命人 给我送一些宰和饲料过去 我自己养便好 还有零食这些也不能少 不然倒是无聊的时光 拿什么打法呢 所以买了我最爱的螺蛳粉300香 薯片薯条个200香 各种糖果一共100香 泡面是追剧少不了的 但也必须每个种类安排50香 各种真空包装的卤肉 酱鸭也不能少 都来30香 还有我喜欢的各种口味的饼干 都要50香 除了这些还安排了 50香各种奶茶咖啡茶饮 还有快乐肥栽水饮料 这些个200香 红酒也不能少 以后要是失眠了 来上一支 定能睡个好觉 除了吃的 生活用品这类也少不了 洗衣粉 沐浴露 洗发水 牙膏 纸巾这些各自要了200香 毕竟不知道这丧失病毒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万一一直没结束 至少我靠这些 还能活个二三十年 到时我也五六十岁了 虽然说这些保质期都不长 但起码相对于那病毒而已 过期的东西 至少比那病毒的危害小吧 几年后 但我不用过期的 我怕到时我都会头发长狮子 皮肤溃烂了 所以宁有物缺 起码能解决当前的困难线 别墅内所有电器用品 都按照牌子更买了十件 到时坏了我也不会修 只能直接换了 反正那点钱我也不稀罕 还有一些别墅里没有的家电 也都安排个买十套 说不定到时无聊了 还能激发我其他的动手能力呢 还有衣服 鞋子还没买 想想还是明天再去购物 现如今眼下最要紧的事 便是找个合适且安全的避难处 一个既可以种植养殖 又可以预防丧失入侵的地方 突然脑海里想起了前些拍卖会上 以实意拍下的一个海岛 刚好那个海岛前任岛主 在岛上建了一座大城堡 岛中还有个天然的淡水湖泊 这刚好解决了水的问题 岛屿够大 在上面种植农作物 养殖牲畜再好不过了 而且还可以在城堡旁边建一个游泳池 用来引入海水 在里面养个种鱼 这是再合适不过了 尽管那岛距离其他岛有几十海里 但还是要防范海面上 不断飘来的那些未死丧失 所以我决定找工程集团 在岛周围建起高高的一座围墙 围墙外还要加电网 防止丧失堆积在墙外 只要他们敢靠近 我就用电网垫他们 准宝一垫一个箱 想想都觉得开心 看他们还敢不敢来吃我 想吃都没机会了到时 于是赶紧让秘书联系了一家工程集团 让他们十日内完成这个任务 工程款我可以额外提高5%给他们 但质量必须过关 否则一分不给 他们听闻按时完成还有5%的收入 甚是惊喜 急忙答应了下来 说明日一早便派人前去施工 果然是有钱好办事 还好当初白手起家能顺利走到今天 不然就算知道末日到来 穷困潦倒的我恐怕也只能束手无策了 不过现在单单是将岛围起来 还不行 岛上必须要装上其他的设备 确保得了我以后可以在那里正常生活才行 看来明天还得亲自带设计队去岛上看看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 让他们尽快完成 好将我购买的那些物资都囤进去 一早 我便坐上了专属的私人飞机 带上我的设计团队 直接飞往了我的生命海岛 因为一个月后丧尸病毒爆发 那里将成为我一个人安度余生的海岛 所以我明知为生命海岛 届时那里恐怕便是整个地球上 最充满生命力的地方了 苏总 您好 台下飞机 迎面走来的工程集团负责人伸出手 微笑的跟我打招呼 围墙的用料一定要最好的 价钱不是问题 还有电网一定要用太阳能的 我简单跟他握了个手 便提出了我的要求 一切都按照苏总您的吩咐做 负责人工为的负荷 眼中却飘过一丝的不解 我当然知道他为何疑惑 因为本来这个海岛周围 就没有其他什么岛屿了 为什么还要建那么高的围墙和电网 到底用来防什么呢 防丧尸 不过这话我可不会告诉他 就算告诉他 他也定会把我当成精神不正常的看 他们不用知道太多 只要拿钱办事便好 自从拍下了这个海岛后 我都还没来得及参观 因婚礼的是忙碌着 所以一直空在了这里 没想到如今却派上了用场 现在一参观 才发现周围的环境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首先里面的城堡 占地足够大 城堡的建筑材料也是上等的 住个几十年问题不大 城堡所有的窗户 玻璃都改成防弹玻璃 并且外面还要再加一层 最好材质的防盗网 里面所有的门都换成防弹门 一定要够坚固 并且要用人脸和指纹识别才能开的 我指着城堡 转头严肃地对身旁的设计师负责人说 苏总 难道是担心会有海盗来这里吗 设计师负责人边记下我的要求 边疑惑地望着我 他估计是觉得如今世界和平 海盗应该都不存在了吧 哈哈海盗来我倒不怕 毕竟那个时候还能看到活人 也是件高兴的事了 起码全世界不是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后面那句我并没说出口 省得又多一个人认为我是疯子 我只不过是担心 若有一天围绕着海岛的围墙 他会脚什么的 丧尸入侵进来 起码我待在城堡里也是安全的 如果城堡不安全了 起码每个房间都是独立的 只要我进去一刻 将门锁上不出去 丧尸便奈何不了我了 直到房间里面的食物都消耗殆尽 苏总真会说笑 对方并没在意太多 继续客客气气地跟在我身后 将城堡里有所得地下室墙壁 都弄成防水防潮防虫的材质 其中留三间改造成冷冻室 并且电能都是用太阳能 到时用来囤积生活用品和食物 冷冻食品统统都放进冷冻室去 这样吃完了新鲜的 没有就可以吃冷冻的 每间房间里面都要有床 存物柜 衣柜 望远镜 手机充电器 还有手枪 子弹要配多点 当然凡是用到电的 都换成了太阳能的 质量都要最好的 因为用柴油发电的话 柴油会用尽 一旦用尽就都没有了 到时一切就都瘫痪了 所以只能用太阳能 只要出太阳 储存好能量 一切便都能正常运转 至于为什么要有望远镜 那是因为可以在每间房 随时都能查看得到外面的情况 摄像头视线范围有限 而望远镜再清晰不过了 手枪是用来预防突发情况下 可以拿来自保 如果倒是真的遭遇不测 还可以亲手解决自己 不过这对于我来说 确实太残酷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当然还是选择继续活着 虽然现在还不会用 但我尽量在这段时间内学会 手枪 子弹 这时跟在身后的设计师纳闷了 为什么还要手枪和子弹 更何况他们去哪里找这些 他们可是良好公迷啊 忘了 这两样不用你们负责 说完 我转头对一旁的秘书吩咐了下去 两天内 将手枪和子弹都买回来 并且还要三台重型机关枪和石箱子弹 都安装在城堡楼顶上面 到时只要丧尸赶工进来 我就开机关枪扫射他们 来场真正的人类大战僵尸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另外一家石箱手榴弹 每个房间放十几颗 已被不时之需 秘书听我说完 整个人待在了原地 不敢动弹 望着他那可爱的模样 我微微一笑 猜他可能会觉得我这个总裁 是打算在这个海岛跟谁开战了吧 不然怎么会突然要购买那么多的武器 可惜他们不懂 有备无患对于商人来说 才是最周全的计划 在这里建一大一小 两个游泳池 大的水流就从海边引入到这里 用来养鱼 小的水流则从淡水湖泊引入 加装个水循环过滤系统 留我以后游泳用 到时日子实在无聊了 还可以泡在泳池里 钓对面的鱼呢 想想都觉得有些惬意 看着宽阔的海岛 好像还差些什么没有安排上 我直接坐在草地上 闭眼鸣撕了起来 一旁的设计师负责人不敢打扰 只能静静地站在一旁后着 秘书则蹲下为我撑了把伞 避免被炙热的阳光晒到 我想起来了 突然脑海里闪过一思想法 我幡然醒悟 这么大的海岛 如果没有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 到时怎么跑得过丧失啊 于是连忙让秘书 订了两台高级越野车 另外加一台小型游艇 直接打开开关转方向盘就能开的那种 简单一学 方便我到时需要出岛 也起码有交通工具线 今天帮我报名 学射击和直升机 三天内必须教我学会的那种 找最好的教练来 我睁开眼 连忙跟秘书说 他等下又忘记了 只见他为难地看了看我 可是总裁 您这一个月的行程都早已安排满了 根本抽不出时间学这两个呀 我一听不乐意了 难道现在 还有比保命更重要的是 以前就是赚钱重要 但遇上了丧失病毒 那赚钱的事 就变得一文不值了 以后就算有再多的钱 在末日到来后都无尽于事了 我抬头望了眼天空 拍了拍身上的杂草后 缓缓起身 心里已经下了决定 谁也改变不了我 这个月所有的行程都取消掉 从现在开始 一切都按照我说的去安排 想好了城堡的设计 接下来便是我的大型养殖场了 在这片空地上 建一个大型的高科技养殖场 可以同时容纳多种动物生存的 我指了只城堡一旁的空地说 要合理利用好这里的每一寸才行 排屋必须是用最先进的系统 全自动清洗消毒 确保动物的粪便经过处理后 不会产生任何的特殊气味 更不会污染到这里的环境 不然时间一长了 气味熏得到处都是 到时恐怕还没被丧尸咬死 都被那气味给熏死了 而且一旦污染到了周围的环境 也直接影响到 我未来几十年的生存环境 所以这些看着不起眼的事情 也要细心处理好 在养殖场旁边开荒一个菜园 用最好的有机泥土 还有你们可以将动物的粪便 一小部分排放到这边 用做蔬菜的肥料 这样也能解决了蔬菜的肥料问题 一举两得 多方便 苏总 您这是打算在这里体验 室外桃源的生活呀 设计师负责人 回头看了看城堡 又看了看刚才记事的笔记本 抬头推了推厚厚的眼镜 疑惑地望着我 我当然知道他话中的意思 有谁体验室外桃源 还要将城堡打造成 兼顾的堡垒似的 我微微一笑 随口说了句 我是打算来这里避难的 这是真话 不过他们肯定不信 因为他们怎么都不会猜到 所谓的劫难 会是丧尸病毒爆发 毕竟那一直都 只存在于电视上 谁会想到某一天 现实中也真的发生那样的状况 更何况 谁都没有亲身经历过 就更加不会相信这样的事了 以前如果谁这么说 我也定认为他是个疯子 但现在想起丧尸那猙獰的面目 我顿时感觉浑身有些疼痛 那种被撕咬的痛 格外清晰 利利在目 让我不禁紧张了起来 囤物资和基建的速度 必须加快 因为谁也不知道 丧尸病毒的爆发 会不会提前 我能做的 便是尽快做足一切的准备 以不变应万变 确保自己能安然度过 这场不知何时 才会结束的末日危机 既然要做养殖 那当然不能只养我能吃的动物 还要养能吃丧尸的凶狠动物 这样一来 不仅省了喂他们的口粮 还能帮我除掉前来的丧尸 或我周全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一周内去国外 购买好五只豹子 五只狮子送来这里圈养起来 都要训养员训练好的 不会攻击主人的那种 我让秘书联系 专门做这一行买卖的人 价钱好谈 只要能符合我的要求即可 还要五十条鳄鱼 到时鳄鱼放生在建好的围墙外 这样一来 只要海里有丧尸赶上岸 那鳄鱼就会一口一个小丧尸 将他们都统统解决掉 就算以后 丧尸冲破了围墙进来 里面还有鸡肠鹿鹿的豹子狮子 等着他们送上门呢 一重重机关 专门为他们而设 总裁 这 身后的众人文言 纷纷停下了步伐 只有秘书 小心翼翼的开口想询问 却被我一个眼神 瞪了回去 难道这点是 还要我堂堂的总裁 跟他们解释不可 你们不用管那么多 照我吩咐去做就行了 看着他们疑惑的目光 我并不想解释太多 因为就算解释了 他们也只会当我神经不正常 有钱就认信 这时我们刚好来到了 建围墙的施工现场 看到工人们马不停蹄的忙碌着 我甚至安慰 想必以这样的速度 并能在十天内完成任务 我连忙让秘书通知人 送来几十箱的饮料和饼干 等工人们饿了的时候 可以先吃点东西歇会 海岛上暂且就先这样设计着 后续想起什么 再吩咐人做 毕竟一下子 脑袋里也想不出那么多 忙完了海岛的基建 我便又回到了公司里 因为这里还有一件棘手的事 等着我回来处理 苏然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才刚踏入公司门口 我曾经的未婚妻孝雅 便气冲冲地拦住了我 我无视她的存在 直接走到了总裁专用电梯里 保镖拾去地将她拦在了外面 我缓缓抬头 望着那张有些抓狂的脸 讽刺地说道 你现在是我谁 我凭什么要接你电话 你 萧雅愣了会 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对她 还想再说什么 电梯门这时刚好合上了 你们都放开我 我要找苏然说清楚 萧雅愤怒地挣扎着 却始终被保镖拦住了去路 你别急 我去找她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这时李衡突然出现在她身旁 因为身长的望了一眼她 她便拾去地安静了下来 那你赶紧去吧 毕竟她把你当兄弟 萧雅委屈地望了一眼李衡 转身就走出公司 上一旁的红色跑车等待着 我坐在沙发上 悠然地品着茶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不用想我都知道会是谁来 果然开门进来的 正是我曾经的兄弟李衡 跟我的女人早就勾搭在了一起 丧尸病毒爆发时 又带走我的女人 狠心将我关在公司里 为丧尸的好兄弟 这仇我非报不可 兄弟 你不是很爱萧雅吗 怎么都快结婚了 却突然间取消了婚事 李衡直接走到我身旁坐下 一只手还搭在了我肩膀上 丝毫没发觉 我对她的冷漠 甚至连她的碰触 都让我觉得恶心 我转头 注视着她的双眼 露出了个诡异的笑容 以前就爱 但得知她背着我 跟别的男人私混在一起时 她就再也配不上 我所有的爱了 话音刚落下 李衡的眼底 就略过一丝的惊慌 随即又快速隐藏了起来 怎么会 她那么爱你 又怎么会去找别的男人 李衡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 看来她还真的挺能装的 不然之前怎么满了我半年 我都丝毫没察觉到 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要不然你去问问她 看上了一个狗男人什么了 我咧嘴一笑 假装不知道对方是谁 那你查到 跟她一起的男人是谁了吗 这样明目张胆地试探我 好意思吗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当然我不会告诉她 所以我故意假装不知道 还没查清楚 不过应该很快就能知道是谁了 因为一旦说出了真相 那就看不到接下来的一场好戏了 还没查到啊 那我可以帮你去查 看看是谁那么大胆子 竟然感动你苏蓝的女人 看着她一份甜因的样子 我竟然觉得有些好笑 真是贼喊抓贼啊 莫不是她想借词找个替死鬼 然后继续在我身边装好兄弟 不但要我的女人 还要继续享受我给的荣华富贵 真是给脸不要脸 吃我的用我的 竟然还色胆包天了 既然想玩 那我就陪她再玩多一会儿 也就一会儿 既然你有空 那这件事就交由你去查吧 我起身走到落地窗前 望了眼楼下那台红色跑车 嘴角微微上扬 那车可是我开腻了 当初送给她的 兄弟那我先走了 你也别太难过了 好姑娘到处都是 以你的条件还可以找到更好的 说完便急忙转身离开了 神色看起来似乎还带有一丝的欢快 我笑意更浓了 好姑娘当然我还可以再找 但是你就不行了 我拿起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都通知了吗 只听到对方恭敬的回答 苏总吩咐的是 当然不能马虎 都通知到位了 好 我挂上手机 双手抱肩 站在巨大的落地窗旁 期待着接下来上场的好戏 楼下李恒有些欢快的走向红色跑车 上车后却并未立马开车离开 我打开了车内安装的摄像头 本来是以防意外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作用 亲爱的 你可回来了 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肖雅见李恒上了车 立马轻声过去 抱住了他的脸 再取消了婚事 李恒顿了顿 随即扬起了个得意的笑容 继续说道 不过他还没查到那男人是谁 现在这件事都交给我来查了 哈哈 肖雅瞬间明白了他的话 原本还忐忑的心也放下了 还想再问点什么 却被李恒一把拉了过来 坐在他大腿上积稳着 不行 等下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肖雅推开他 担心的望望周围 见他这般担忧 李恒却坏笑出声 放心 这跑车的玻璃从外面看 是看不到里面的 所以 紧接着两人 便肆无忌惮地玩了起来 就在他们尽兴之时 跑车的敞篷 突然自动升了起来 咔嚓 一阵阵相机拍照的声音 围在跑车周围 车上的二人顿时傻眼了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竟然有十几个记者 将跑车围得水泄不通 而他们刚才所做的一切 都被人发现了 他们要干嘛 快让他们走开 肖雅赶紧伸出双手 捂着自己暴露的上半身 躲进了李恒怀里 惊慌地 让他赶紧将他们都赶走 你们这是侵犯隐私 快滚 不然小心我告你们 李恒连忙拿起座位旁 消雅的衣服 披在了他身上 指着周围的记者 恶狠狠地警告着 但记者们并未理会他 仍旧将长枪短炮 对准了他们身上拍 争先恐后 想要拍出吸引人的内容 完全不顾他们此时的尴尬 有传闻说 李先生夺朋友妻 不知是不是真的 一个男记者 将话筒递到了李恒嘴边 故意试探道 俗话说 朋友妻 不可欺 但没想到 李先生就是朋友妻 不客气 看来传闻是真的了 另一个记者 又对准了他们一顿猛拍 想必明天的娱乐新闻头条 就是他们的了 谁叫你们来的 都给我滚 李恒恼羞成怒的 将车上能丢的东西 都砸到了记者们的身上 想要吓退他们 但似乎并不起任何作用 他们仍旧紧紧地 围在跑车周围 将他们春光乍蟹的各种场景 都清晰地一一拍下 我透过落地玻璃 将楼下的一切尽收眼底 嘴角不禁扬起了一丝微笑 当初我玩腻的跑车 你想要 我便送你 如今我的女人 你也想要 那我还是可以送给你的 毕竟 你可是我的好兄弟啊 真搞不明白 为什么他就那么喜欢 我用过的东西呢 现在只是一点警告 接下来的复仇 会让他们有不一样的体验 我按了下手上的遥控器 楼下的红色跑车敞篷 才缓缓闭合上 次日 娱乐媒体头条上 赫然登出了李恒与潇雅 在跑车里偷情的报道 还附上了他们衣衫不整 满脸惊恶表情的清晰照片 我看着电脑里那张张的照片 嘴角勾了勾 我说过的 此仇我非报不可 这时桌上的手机响起 来电显示是李恒 我欢快地按了接听和扩音 兄弟 你别相信新闻里说的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你别误会 我对小雅 一点非分之想都没有 电话那头的李恒 迫切地想要解释 以撇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别有深意地望了一眼 沙发上的人 没想到之前跟他撕混的男人 竟然是你 你这样真的太令我失望了 兄弟 你误会了 之前跟他撕混的男人 肯定不是我 昨天车上是他勾引我的 听他这么一说 我想装有些吃惊 你说的可是真的 是他勾引你的 见我语气似乎有些缓和 李恒继续撒谎 是的 就是那个贱人 知道了你已经察觉到 他在外面勾搭上了别的男人 所以才故意来勾引我 想让我在你面前 为他澄清这事 我也没想到 他是那么不要脸的女人 一上车就主动脱了自己的衣服 猛的往我怀里钻 真的是违达目的 不惜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电话那头的李恒 越说越气愤 把所有的错都 推到了肖雅身上 一嘴一个贱人的骂 完全把他踩得分文不值 我听了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很想骂他自己 还不是表里不一的禽手 但这时还是先不要揭穿他 不然后面的戏就不精彩了 我就这样静静的听着 他在那里继续狡辩 兄弟 还好你早点看穿他是个怎样的贱人 这样的女人根本配不上你 就算送给我我也不要 所以报道上说的那些 都只是他们瞎编的噱头 你可不要信 李恒 你个混蛋 此时一个女生突然响起 电话那头的李恒一听到 顿时不出声了 当初要不是你说 可以转移苏然的财产到你名下 然后带我远走高飞 我才不会瞎了眼 看上你这个白眼王 潇雅一把抢过 捉上我的手机 精致的脸上因愤怒而抱起了青筋 看着有些吓人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 越是危险 电话那头的李恒 此时还想继续为自己辩解 你个贱人 别污蔑我 我怎么会做 对不起我兄弟的事呢 一听到他这么说 潇雅气急败坏了 直接从包里拿出了 他之前收集好的证据 放到了我桌前 苏然 我说的都是真话 这些都是李恒私下转移财产的证据 还有他用甜言蜜语引诱我的证据 我扫了一眼桌上的那堆证据 冷冷出声 这些我都知道 再次重申后 我便立马让人私下调查了他们的关系 以及所有的事 所以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只不过并类说出来 就是想看他们 狗咬狗相互撕破脸的样子 苏然 我还是爱你的 只不过当初 被他的花言巧语 蒙蔽了双眼 才 潇雅走到我跟前 蹲了下来 拉着我的手 生情并冒得上演了一场苦情戏 你个贱人 别在这里装了 当初跟我逍遥快活的时候 又不见你那么纯情 电话那头的李恒 直接揭穿了潇雅的谎言 看来他们现在是鱼死网破了 所以死也要拖着对方垫底 来人 将这个女人拉出去 以后公司里别再让我看到她 门外两个保镖立马进来 将潇雅架着出去 苏然 我是真的还爱着你 最后一刻 潇雅仍为自己辩解着 我却当她的话是放屁 一个见风使舵的女人 那样的爱能真的到哪去 此时电话那头 李恒还想跟我讲兄弟情谊 兄弟 别说了 当初能给你的 现在我也能一一收回 我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现在的她不配做我兄弟 挂上电话 我让秘书将曾经给予礼衡的 别墅豪车等一切都收了回来 没有了这些 她变成了丧家犬 还有什么能耐 再去逍遥快活 一个月后 在距离丧尸病毒爆发 还不到三个小时 我连忙带上笔记本 和其他轻便的行李 驾驶着直升机 飞向我的生命海岛 途径某个偏远的城市时 竟看到了地面上 不断飘散着的能烟 原本整齐有序的城市 此时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慌乱成立团 城市中随处可见 横七竖八被遗弃的车辆 已被病毒感染的丧尸 如同捕猎般 疯狂地追逐着逃跑的人类 而一旁凌乱的马路上 黑压压的一群 面目争鸣的丧尸 正纷纷往我刚才所在的 城市方向涌去 像极了泛滥的洪水 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此时 我所在的城市广告大屏幕上 正播报着 此处丧尸病毒爆发的现场状况 但是那里的人们 却以为是新上映的丧尸片 在打广告 根本不在意 还津津乐道 这电影片段看起来 比以前五毛钱的特效真实多了 应该下了不少血本 到时上映我一定去看看 恐怕到时不用去看了 还能现场免费参与 体验一把与丧尸的激情追逐 还有被撕咬的真实感受 保证免费体验 终身难忘的那种 看着爆发丧尸病毒的城市 我才意识到 那病毒比我想象中爆发的时间要早 只不过到我所在的城市 需要经历一段时间 开到大海的时候 竟然看到邮轮上冒着浓烟 还有面目猙獰的丧尸 在上面疯狂地扑抓人类 没想到海上 沦陷得也如此快 横七竖八 漂浮在海面的丧尸 正手脚并用地拨动着水 四下乱窜 我熟练地驾驶着直升飞机 到达了我的生命海岛上空 之前安排的一切 如今都顺利完成了 看着我梦想中的海岛 我不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放眼望去 围墙外已经有几个丧尸 晃晃悠悠地爬上了海滩 看穿这应该是 附近渔船上的渔民 此时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鳄鱼裙 看到亲自送上门的食物 顿时两眼放金光 急忙爬了过去 下一幕便看到他们一口一个丧尸 吃得不亦乐乎 果然这鳄鱼负责守门 还是很靠谱的 我将直升飞机降落在了 海岛专门的停机场上 一下飞机 那几只可爱的豹子和老虎 便急忙涌了上来 想要我摸摸贴贴 来幽怨的小眼神 似乎还怪我这么久都没来看他们 我就这样被他们簇拥着来到城堡外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森林之王呢 乖 你们自己去玩 我从行李袋中拿出了一个球 直接扔了出去 他们便立马追了出去 这将是我接下来生活几十年的地方 好像还不错 我站在城堡楼顶 手拿香槟 满意地望着 这个专门为我打造好的避难海岛 此时桌面上的笔记本电脑里 不断播放着丧尸病毒爆发的新闻 场面十分血腥 看着让人很不适 但用不了多久我就会习惯的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毕竟这病毒一爆发起来 不是一两年就能结束的 不管如何 起码我待在这里 应该能顺利活个几十年 丧尸爆发第二天 我正乐悠悠地在草坪上烧烤 却接到了逍雅的求救电话 苏然 我在你的海岛外 你快开门 放我进去好吗 求求你 救救我 我纳闷了 这里人竟还活着 而且还知道我的秘密基地 甚至千里迢迢跑到了这里 看来还真不简单啊 不过想起重生前 他被李恒就走了 想必这次应该也是 被他就走了吧 所以来到这里的 应该不止他一个 我凭什么救你 我咬了一口刚烤好的鸡腿 不急不慢地反问他 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过的份上 求你救救我 电话那头的肖雅 应该很是着急 哽咽地祈求着我救他 闻言 我笑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用道德来绑架我 重生前他们二人 不是无情地 将我丢下位丧尸了吗 怎么现在 就好意思叫我救他 当初又不见他 看在曾经相爱过的份上 救我一命 我可清晰地记得 他们当时不仅不救我 还落井下石 将我反锁在了 唯一的逃生通道外 想起这个我就气愤 连忙拿起一旁的 冰镇啤酒灌了一口 让自己消消气 省得为不值得的人 浪费情绪 若是我说不救呢 我拿起一块牛排 熟练地铺在烤炉上 并不想理会他 你若真的见死不救 我就榨了你的围墙 到时丧尸就会涌进去 你也就无处可逃了 哈哈 听着萧雅绝望而嚣张的笑声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果然这女人 不是一般的心狠手了 上次置我于死地 这次还想跟我同归于尽 可惜他不配 连死都不配死在我跟前 我打开一旁的笔记本 查看围墙外的摄像头 果真看到了 一艘小游艇停在外面 而萧雅则决绝地站在游艇上 一手握着手榴弹 一手拿着电话恐吓我 我依旧不为所动 挑衅地望了望摄像头里的萧雅 有本事你就上来炸呀 说完就挂了电话 继续烤我的八分熟牛排 加点黑胡椒 味道应该更鲜美 气急败坏的萧雅 直接将手机扔进了海里 然后竟然真的救下游艇 手中握紧了手榴弹 一步步走上海滩 因为海滩距离围墙 还有一段距离 若是直接在游艇上扔手榴弹 是炸不到围墙的 看样子他是来真的了 不过我倒不怕 反正他也伤不到我半分 这里的机关可多着呢 战战兢兢走在海滩上的萧雅 东张西望的 害怕会有丧尸 突然冲出来咬他 结果担惊受怕了半路 都没发现有丧尸来 于是放松了警惕 挺着腰板 大步往围墙的方向走来 边走边大声地叫嚣着 等一下他就知道错了 苏然 你个混蛋 就算死我也要拉上你一起 你想带上我 还得经过我同意呢 我坐在沙滩椅上 好笑地看着摄像头里 萧雅骂骂咧咧的样子 像急了扑腹骂街 真想不明白 想要拉开手榴弹 扔向围墙时 一群鳄鱼从树林里冲了出来 直接将反应不及的他 撕咬成了碎片 谁让他叫嚣的声音那么大 吵醒了原本 卧在树林里休息的鳄鱼群 不作就不会死了 这样的道理都不懂 真心不配做我的女人 太丢脸了 我继续大口吃着肉 冷眼地看着摄像头里 发生的一切 如今丧尸病毒爆发的特殊时期 只能个人自扫门前雪 哪管他人瓦上霜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七天 阳光明媚 海面上飘来的丧尸越来越多 但好在围墙外的鳄鱼群 都能轻松将它们解决掉 而之前一直停在海滩旁的小游艇上 终于有动静了 透过摄像头 我看到了游艇上 突然掉下一个蓝色大游桶 而游桶里 似乎还藏了一个人 好样的 竟然在游艇上躲了六天 还挺有能耐的呀 用脚趾头想 我都能知道是谁躲在了游桶里 自萧雅为了鳄鱼后 我每天的乐趣 便是边追剧边观看摄像头 看船上的李恒 能躲到什么时候 估计这时的她 应该将游艇上能吃的都吃完了 所以脱于无奈 只能冒险下船寻找食物了 相信萧雅当时的惨状 她也目睹了 所以不敢再对我 抱有任何的期望 我边刷着火锅 边盯着摄像头看 想瞧瞧李恒 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 只见蓝色大游桶 艰难地往海滩上滚 没滚多远 又滑落到了游艇边上 轮身而来的鳄鱼 纷纷将油桶围了起来 他们似乎嗅到了 油桶里人的气息 其中有一条鳄鱼 迫不及待地 直接张开大嘴就往上咬 大油桶瞬间被咬扁了 这咬力真不是吹的 难怪一口一个丧尸 吃得毫不费劲 背着突如其来的操作 吓破了胆的李恒 惨叫出声 救命啊 苏然 救我 鳄鱼群听到动静 反而更加兴奋了 纷纷张开大嘴 谁也就不了他 更何况 我没亲自动手解决他 已经算是人至义尽了 只见没一会儿 油桶便被鳄鱼抢夺 撕成了碎片 而桶里的李恒 也逃不掉成为鳄鱼盘中餐的结局 恶人自有天收 有时候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丧尸病毒爆发一个月后 我仍旧悠然地 坐在草地的沙滩椅上 追着数不清的电视剧看 还好当初我聪明 让秘书将所有的电视剧 电影和游戏都下载了下来 这样在末日丧失到来时 就不至于那么无聊了 每天我都在种植场里 采摘新鲜的蔬菜瓜果 顺便除草和浇水 在种植场里面 我早就安排人 种植了各种品种的蔬菜瓜果 等的就是这天的到来 待某些吃完了 我还能拿种子继续种 确保营养搭配均匀 不能只吃冷冻室里各种的肉类 无聊的时候 还能去养殖场看看 里面有各种牲畜和动物 豆豆它们开心 我也开心 偶尔还能换个口味 直接挑我喜欢的禽畜宰杀 毕竟新鲜的 总比冰冻的肉类口感要好些 当然每天少不了的就是健身 城堡里有一个专门的健身房 里面各种器材齐全 我可不想把自己 吃成一个行动缓慢的大胖子 万一每天丧失攻进来 我都跑不过他们 这样岂不是太丢脸了 所以每天雷打不动的健身两个小时 以至于我现在还保留着 八块腹肌的好身材 今天是丧失病毒爆发后的第二年 耐不住好奇心的趋势 我驾驶着直升飞机 带上手枪与手榴弹 飞往了沿海城市 想去看看 如今的世界都变成了什么样 一年前的城市到处充满着硝烟 而如今的城市却死一般的寂静 断壁残垣的高楼 马路上一堆堆秀吉斑斑的烂车 脏乱的垃圾随处可见 而蓝绿不堪的丧失们 正在四处游荡着 此时听到上空 我开直升飞机的动静 纷纷抬起了 他们猙獰而恐怖的面孔望向我 下一秒 丧失群好像意识到什么 开始疯狂朝着我的方向追来 而原本被困在那些高楼楼顶上的丧失 也麻木地朝着我这边追来 丝毫没察觉到 他们所处的地方有多高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追我 然后从高楼上掉下去 而各处的丧失 听到这边的动静 都纷纷涌了过来 没多久 我便看到楼下的丧失大军堆积到了一起 然后如同蚂蚁般 顺着大楼外层越来越高 看到这一幕 我有些惊热 害怕此处再停留九点 可能会遭遇不测 毕竟现在的我 根本不知道那些丧失 这一年来 到底发展成了 怎样的规模和杀伤力 于是我赶紧调转方向 飞回我的生命海岛去 再怎么说 在海岛上都会比在外面安全 经历了刚才那一幕 我感觉还心有余悸 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 我拿上钓鱼杆 爬上了围墙专门设计的 一处钓鱼台上钓鱼 现在钓鱼几乎成了我的兴趣 因为每天钓到的东西 都能超乎我的想象 这样平淡的 不能再平淡的生活 多了一丝的期盼 有余上钩了 感觉余钩有动静 我连忙抽起 没想到竟然是 一只相钻的劳力士手表 我直接将手表 丢到了一旁的大矿里 又继续钓鱼 而那大矿里 堆积着这一年来 钓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躺在沙滩椅上 哼着小曲 沐浴着阳光 没多久便困意来袭 梦中 我梦到了世界 逐渐恢复生机 丧尸最终被灭绝 人类再次成来了地球的主宰者 晚安